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 《量力宝藏论》当中 讲这个推理 那么推理 分几个方面 今天讲的分别的自信 分为 鲜亮相闻和弊亮相闻 分两个方面 首先讲的是鲜亮相闻 《力宗》举相与树相波 即是鲜亮之相闻 它这里的相闻 跟前面的 我们《相闻相守品》里面 所讲的相闻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在这里 我们在判断的过程当中出现 尤其是在利宗的时候 出现一些香味的法 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里有个鲜亮相闻 鲜亮相闻的话 一个人他在 利一个宗 然后他所利的宗 以自己的体会 亲身的感受 完全是对立的 这就是叫做鲜亮相闻 意思是什么呢 他前一句刚刚说出来的话 当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 马上我们感觉到 噢 他说的是完全不对的 这是完全我用亲身的体会来 驳斥他 比如说我明明看见某某人 是个很优秀的人 然后他说 噢 这个人是牦牛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就是那么好的人 怎么变成牦牛呢 或者说声音本来是 我们耳朵所闻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 噢 声音不是所闻 声音是所见 眼睛所见 那这样一说的话 马上用我的亲身体会 与他的话完全相闻 或者说自己离宗完了以后 我说声音不是所闻的话 马上敌人就想出来 他说的是不对的 这是鲜量 我们说是 只不可能的 鲜量香味 我们当面可以驳斥到 这就是所谓的鲜量香味 然后鲜量香味 分三个方面 实施力香味和心虚香味 还有工程香味 首先讲到实施力香味 实施力香味 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如若三相 实施力 低足利宗应香味 那么如果利一个宗派 利一个宗派也可以说 利一个宗吧 反正我们说什么话 实际上是一种利宗 那么所说的利宗 以三相推力的 实施力 完全香味的 这个是一刹那 马上都不会感觉得到的 刚才鲜量香味 他一开口 欢迎刚落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感觉得到 他说的是不对 直接香味 这种话并不是当下 就马上认识了 但是我们通过推理 以实物的实施 或者以实物的真理 完全是背道而刺 不可能相复活的 这种香味 叫做与实施力香味 比如说我们说 香味是常有的 那香味是常有的话 当下可能有些人 不一定马上感觉得到 但是香味是 根本不可能常有的 因为所谓的 常有如何 什么样的法相 然后我们通过 其他的推理方式 啊 香味就是无常的 因为它是有为法治苦 或者是用其他的推理 来进行推断的时候 那么所谓的声音 绝对不可能是常有的 或者说用其他的 我们的利宗 通过三项推理来 进行推断的时候 与实物的实施力 不符合的 这种利宗 叫做与实施力香味 就是与实施力香味 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 心虚香味 心虚香味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讲的法相 可行之词 与利宗低足心虚之香味 那么可行的这种言辞和 利宗完全是对立的 这叫做程序香味 比如说我自己所说的利宗 然后有可行的语言呢 不管是你前后的语言也好 或者说与身教量香味也好 因为下面的分类当中 它分为两种 一个是程序香味 一个是自语香味 分两种 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自己前后的语言 用可行的语言向抵触 自相矛盾 这叫做自相矛盾 这是心虚香味 那么它的分类是这样的 分类 彼分称虚语之语 它的分类按照《黎门论》 《黎门论》 我们以前有些论师认为 它是上戒罗主论师座的 然后后来唐玄宗 也是在洪福寺翻译 翻成汉语之后 后来有一位汉地叫做 《圣相诀》 《圣相诀》和藏地的一位意思 通过汉文翻成藏文 也有这样的《黎门论》 还有在《萨迦寺》当中 有印度的班智达和藏地的意思 也是共同翻译的 从直接翻成藏文的 现在藏地有几种版本 那么后来大多数的论师们 认为《黎门论》 是成那论师座的 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 藏传佛教当中 基本上也有许多论典 认为是成那论师座的 但汉传佛教里面 有个别的学者认为 这是并不是成那论师座的 不管是怎么样 这部论典当中把所谓的 刚才的心虚香味分两种 一个叫做成虚香味 一个叫自愈香味 那么成虚香味 我们平时也经常 很多人认为 它是叫神教香味 那么这两个香味 下面也是进行宣说 其实那个成虚香味 就是我们语言 前后自相矛盾 叫做成虚香味 我前面承认 声音是常有的 然后在没有过几分钟的时候 说声音是无常的 有些人说话都经常 有这种成虚香味 我一会儿说 我对佛教很有信心 我真的是上师对你老人家的信心 越来越增多 然后还没有两分钟的时候 不知道上师你的行为 还是我的业力 我对你越来越没有信心 那这种语言 前后马上矛盾 这是前后的语言 叫做成虚香味 自愈香味的话 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语言 有直接或者间接的香味 尤其是这个 比如说我直接 并没有说 但是实际上间接方面 也播出了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 我这个身体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天天吃药 那身体非常好的话 吃药没有什么 有什么原因呢 或者我的母亲是侍女 我的母亲是侍女 也是表面上看到 真的她的母亲是侍女 她是侍女的儿子 但间接还是有香味之处 等等 这种现象叫做自愈香味 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 下面真实说明差别 首先是真实说明差别 语为圣教语自愈 那么有些一名前派的一些论师 他们认为是 刚才前面所谓的程序香味 和自愈香味 应该说是分开 所谓的程序香味 与圣教香味 然后自愈香味 立宗者他自己的语言 自相矛盾 他是这样认为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程序香味 比如说 他所利宗的语言 完全是与他的圣教当中 直接有违背的 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说布施 没有什么发财的功德等等 那这样的话 圣教里面已经说 布施得财 完全是香味的 这种香味叫做程序香味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那个自愈香味 我先另一个众 然后紧接着 用另一个语言来进行推翻 这是自愈香味 所以这两个 完全都是分开而安理 这是应命前派的个别论师 借这样认为的 但是法僧论师 下面这么安理的 阿舍里许 欲察义 净量论义 义笔语 禅识圣教语之语 黎明论 叫零所语 那么阿舍里这个法僧论师 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也没有必要 他们两个 完全都是分开的 阿舍里在定量论当中 也是这么说的 所谓的刚才那个 程序香味和自愈香味 是完全分开的吗 没有这个差别吗 他说 没有这个差别的 那没有差别的话 为什么是各自分开表达呢 这因为语言的表达方式 不通而导致的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程序香味语意 这个自愈香味的话 只不过是语言的前后不同而已 一个就是指指前后不同 表达的方式 而按理为程序香味 那么后议者就是说 语言的直接或者间接香味不同 其实两者都是 与自己的这种语言 就是自我 自相矛盾 以智智谋供智之盾 也就是说 以这种方式来推翻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也是程序香味 也是自愈香味 因此按照法僧论师的 定量论观点 只不过这是语言上面的差别 而成那论师的 有些论典里面 也实际上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在计量论当中 它是用一个比喻来宣说的 它的比喻是什么呢 具所量之一的量是不存在 意思就是说 它用了一个程序香味和自愈香味 都用了一个所量的量 所量的真量不存在 当然程序香味 它所衡量的量也不具足的 自愈香味 也是所量的量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我们任何所衡量的一个真理 你不管说 我的母亲是舍女 或者说声音是常有 声音是无上 这两个 所量的量是不具足的 所量的量是违背真理的 因此当时计量论当中 用一个比喻来宣说的原因 也是这样的 但只不过在《黎门论》当中 对这个教香味 也用分开宣说一个比喻 分开宣说的比喻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们行持善法以后 就是在行持善法 或者是对行持善法做功德 然后人死了完了以后 他不可能产生安乐的这种果 如果这样的语言 认为是神教香味 但这个神教香味 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了善法以后 命中之后肯定会得 殊胜的果 所以说 按照《定量论》 《黎门论》的观点 那么应该是稍微分开的 但稍微分开的话 也实际上是不相为的 就是神教香味 与自欲香味不相同的 其实这个观点 对我们分析起来 只不过说 他们到底是分开 还是议题 除此之外 别的可能意义都是没有的 但我们自己也应该清楚 自欲香味跟成欲香味 是有一点 就像我们繁体不同一样 是有一些不同点 但萨迦班知道 他所讲的那样 前后的语言和 直接间接的香味来安理 就非常合理 那么下面就是说 以神教的差别来宣说 就是以神教这个差别来宣说 而量不害 而所量 自欲不害因比是 即是佛语 我等教 所为鬼是比量内 那么下面讲 什么是神教量 神教量 我们也以前经常提过 释迦牟尼佛的语言 应该说是 归系在量当中 因为它是真实不虚的 真实不虚的这种语言 我们一定会安理在真量当中 那真量它叫做神教量 有些论典里面说是 贤量 比量 神教量 就是讲三种量 这三种量要不要包括在二量当中 因为我们因明七论当中 经常想 所有的量 包括在贤量和比量当中 那这样的话 神教量到底是包括在 贤量里面 还是比量当中呢 这个论典的意思就是说 神教量也可以 包括在比量当中 意思就是说 二量不害二所量 就是所谓的神教量 其实它叫做 善观察清净圣颜量 圣者语言的量 什么是善观察清净呢 善观察清净呢 也就是说 贤量和比量 还有自己语言的 谦和的量 这三者不会矛盾的 意思就是说 对显现的这些部分 以限量来不害有害的 然后对硬币的部分 依靠比量来不会有香味的 然后极其硬币的 环境 形象 或者是世间等等 有些非常硬币的 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无法了知的 这些极为硬币的地方 那么佛陀他自己所说的 前语和后语 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方面 根本不会有任何香味 这叫做善观察清净量 意思是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大家无必要记住 为什么我们对佛陀的语言 如实地诚信不疑呢 原因就是佛陀的语言 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不会有任何过失 怎么没有过失呢 佛陀对限量部分所说的道理 以限量来不会有危害的 然后佛陀对稍微硬币部分 也宣说了一些教言 但是我们通过必量 来进行推测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然后对非常硬币的 比如说前世后世 业因果 空性 以及如来讲的真相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世间的一般人 根本没办法了知的 极其硬币的一种 隐藏的深厚部分 但这样的深厚部分 佛陀也已经宣说过 但是所宣说的这些道理 根本不会有任何危害 所以我们法成论师 在《诗量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心虚欲无欺 种地刺硬币 业无十几果 毁虚必量重吧 大概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佛陀的这种语言 也就是说是心虚欲言 佛陀所讲的语言 始终都是不弃的 对哪些方面不弃的 种的一些 非常硬币的部分 也就是说 舞蹈失敌 或者安利失敌等等 这些极为硬币的 世间的凡夫人 根本没有办法的 这些道理上 他所宣说的这些语言 永远也是不会欺惑的 而这些语言 所宣讲之后 所抉择之后 任何其他邪魔外道 也无极可持 也不会有危害的这种实际 所以说 佛陀的智慧 也就是说圣教量 这个圣教量 可以包括在B量当中 因此佛陀的圣教量 不包括在二量当中的过失 也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 对佛陀所宣说的这个语言 并不是说 我们有一个人 我的父亲所说的原因 或者外道也是 他认为是 我们本事所说的缘故 有很多人对上帝 对自己的藏狼 有一种尊敬的态度 以尊敬的态度来 承许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佛教 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说了 诸比丘 你们不要因为我是佛陀 而对我有恭敬 对我的语言 就像莫连纯净一样 经过再三的观察 以后才可以接受 所说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大家 只要佛陀一说的话 佛陀的这些语言 从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 世间上是出现过 如群星般的无数的智者 这些智者们应该通过 交进脑子 自然自己的所有的智慧 拿出来也进行推断过 但是佛陀的教言当中 不管是显量的部分也好 或者极其隐蔽的 圣教的部分 根本没有造出任何缺点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深信不疑 所以我觉得大家 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三观察清净的圣言量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以后我们要知道 佛陀 不管是任何一个经典里面说说 我们一定要相信 为什么相信呢 因为佛陀的这个语言 谁也找不到任何过程 所以佛陀所说的话 十全十美 千真万确 没有任何缺陷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 比较可靠的人 比较真实的人 哦 这个人是非常老实的 他所说的话 肯定不会欺惑我们的 一定要相信他 一定要信任他 但世间的这些人 毕竟是凡夫人 他相续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过错 有一定的烦恼 很有可能 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会说一些谎话 但佛陀 因为就像圣灵论里面 所说的那样 过失的相续 完全断掉的缘故 佛陀从来都是不说妄语 不说妄语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说妄语的因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佛教徒 一定要对神教量要有信心 我世间当中真的是 所谓的神教倒是比较多的 但是有些并不是神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分析 事故以你成立教 乃是正量 若不成子余子余等同果 即成虚为能掌心 那么刚才以上的分析 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所谓的神教量 一定要以鲜量不相畏 以鲜量的适时力不相畏 如果以鲜量和鲜量相畏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程序 比如说佛陀说的一句话 诸子是无常的 那么我们一看 诸子根本不是无常的 诸子是常有的 那就没有什么可信任的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佛陀都说不出来 佛陀肯定不是贬值了 然后有些必念 我们能推得出来的一些道理 能推翻佛陀的观点 那佛陀肯定不是贬值了 不是全职了 马上就可以推翻 可是不要说我们凡夫人 世间上多少个名人 真的我有时候这样 越研究越一些世间的名人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间 科学顶峰的有些智者 像阿易斯塔 纽顿 当然他们的有些观点 我们也并不是特别的精通 只不过有一些好奇心的 越来越观察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到他们反而堕入 死了死病的痛苦当中 有时候看到他们的传记之后 真的自己都感觉到 非常的荣幸 世间上有这么多的名人 最后面对死亡 面对病苦的时候是什么样 但佛陀的这些教言 越来越学习 越来越研究 我觉得真的心里面有一种勇气 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在座所有人的一种荣幸 有些人得到了一点财富 或者说一些名声的时候 认为自己福报很不错 运气不错 实际上这些都不算什么运气的 真的我们今生当中遇到了 像释迦牟尼佛 这么好的圣教 这就是我们的福报 也就是说 刚才通过这样的圣教 一力来进行观察 如果一力来成立 这就是圣教 这就是正量 也就是如果以理证来 根本不能成立 那这样 与我们自己的语言 完全是相同的 你口里面说 我们的圣者 我们的上帝所说的话 但实际上你上帝 和你圣者所说的这些语言 跟凡夫人的语言 一模一样的 最后处处都是有毛病 处处都是有过失 那这样 与我们凡夫人的语言是一样的 所以他根本不能建立 真正的道理 要建立真正的道理 有障碍的 因此当然有障碍的话 他不能建立 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 有些道理 对建立真理方面是有障碍的 有些对建立真理方面 是有害的 有害和有障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说 生意本来是无常的 有一个人说 生意是常有的 对生意的无常 虽然没有任何害处 害处没有 因为生意本来都是无常的 然后你说是一个常有 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但是有障碍 障碍是有的 因为他不承认的话 无法建立真理是无常的 而有一种是 也有害 也有障碍的 我们要比如说 建立一个道理的时候 对方说 比如说 生意建立是常有的话 那么一个人说是无常的 那么无常就是 对建立生意 常有既有障碍 也有害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意本来是无常的 那么一成立无常的道理的时候 他的建立常有 完全是否定的 所以既有害 也有障碍的 然后无有障碍 无有害处 平时我们的真理 比量的一些真理 然后有害无障的情况 应该说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建立任何一个 观点的时候要观察 到底你所理的这种种 对这个真理是有害还是有障 如果有害有障 都不能建立 如果无害无障 都可以建立 应该这样来安理的 因此如果一例来 无法成立圣教是正理 那么建立正理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障碍 没办法进行建立 就是并不是 凡事工程的教 全部都是正理的 意思就是世间当中 因为人们供需的教倒是比较多 比如说基督教 他承认他自己的这种教量 然后天主教也有 他自己承认的教量 其他的外道 还有很多的宗派 他们自己也是承认 自己的主持或者一些名人 所说的话 认为是圣教那样的对道 但是世间上人们 所承认的这些所有的教量 是不是真正的教量 也不一定的 有些外道的一些 论典当中也好 经典里面也好 所说的这些语言 全部都是是不是无奇的 是不是真正的正确量 也不一定的 并不是所有人们成为的教 全部是真正的教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呢 如果以真正的智慧来 进行观察 以利来推断 以利推断的时候 互相没有危害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矛盾的 这种教就是真正的教量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圣教一样 释迦牟尼佛的圣教 任何一个智者再这样观察 就找不出过失 所以他是以利成利的 以利成利的这种教 应该说是教量 那么这种教量 我们先应该去观察 然后也应该程序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反过来说 有些人先已经程序了 然后进行观察 这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我先没有观察 轻易地说是 基督教的神教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自己已经入了基督教 过后再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的时候 啊 这里有一些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那我现在不皈依 然后退出来 这是愚者的一个行为 先应该进行观察 那么先观察 所有的宗教你进行观察 最后你就确定 释迦牟尼佛的真教 真的是与逻辑相适合 与限量相适合 与极其隐秘的 神秘的道理 也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我先承许释迦牟尼佛的教念 是世间当中的第一教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皈依 承许的话 这就是智者的一种选择 所以说 我们现在应该先观察 哪一个教是真正的神教念 然后再自己进行承认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我们辩论的时候也是 比如说 《诗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 你禅不承许 你先说是承许 然后先承许完了以后 你再进行观察 哦 原来我承许错了 现在是觉得不合理的 就像有些人 现在一直上师一样 先根本不观察 听说一个上师来了 啊 马上去受灌顶 听法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上师听说是破戒的 听说这个人是个骗子 然后再进行调查 进行展开调查工作 然后开始诽谤 伤亡 然后写论典等等 这是愚智的一种行为 听到以后 你何必先去观地呢 没有必要的 现在世间人 尤其是网络上 有些文章上 真的很多人的行为 是非常的愚智 不合理的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想你不管怎么样 要好好地观察 观察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移植 你好好地观察 哪一部论典你该值得学习 要认定完了以后 你再去学习认可 然后再不要有观察的这种 当然你内容方面 自己分析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有时候 噢 我以前学过这部论典 现在是不合理的 我现在跑着脑河 以前有些道友 当然自己的智慧不够吧 先入密宗流 然后学习一段时间 后来也一些邪知识的引导 然后把密宗的树全部扔在湖泊里面 自己就开始重新捡起来 原来的一些显宗的树 这是极为愚痴的一种行为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意思 那么下一个颂词 是这样的 就是争论 遣除正义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遣除等同他众的争论 他这里的意思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外道的非陀书里面 也说了是依靠母语得罪业清净 那这种道理如果相违背 也应该与圣教相违 因为这是非陀的缘故 这是圣教的缘故 对方就这样认为的 凡是圣教 有个别的圣教里面 所说的道理 如果我们背道而驰 也会不会犯错误的 违越了一些圣教里面 基督教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宗教里面 所说的道理 如果我没有执行 是不是违越了圣教 因为它是圣教之骨 这样说的 那这种说法是 我们分析的时候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通过母语 清净自己的罪障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而且贪心等等 贪嗔痴 无度烦恼实际上是非法的 然后离贪 离嗔等等 像《中观宝马论》所说的那样 那么这些是正法的 这一点除了圣舍未到的 断肩派以外的 其他世间当中的 各种各派的论师们 共同承许的 也是一口同声承许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那这样的话 不是 遍如天的宗派 承认为嗔恨心是正法 自在天的宗派 承认为贪心是正法 那么他们也不承认 离贪离嗔是正法 当然这是我们的角度来讲 是这样可以说的 但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 以他们的论典为主 他们认为也是 自己的这种做法是正法的 所以说除了一些 顺势外道以外的 自他的宗派都承认 离贪实际上是正法的 然后具有贪心诚心 这是非正法的 因此你们所说的母语跟贪等 完全是不香味的 如果我们通过母语来 遣除自相续当中的 贪心 承认等烦恼 那么应该 要么它的本体香味 要么它的因要香味 香味的话 那么通过母语可以遣除的 可是它的因 根本不香味的 因为贪心实际上是 心的一种执著 心的一种执著 而母语对身体的一种吸体 那这样对身体进行母语 怎么会遣除心里面的贪心等等烦恼呢 因此你们宗派 经常到恒河里面去母语 为了遣除障碍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这并不是真正的 三观察清净的圣教量 这是不符合逻辑 也不符合因果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 有些道友可能也会这样想 那不是我们佛教 也是比如说灌顶的时候 为了清净业障 而遍念金刚萨埗心咒和白子民 而母语或者以一些 吹没金刚的咒语来进行母语 那这也不是承认母语 遣除罪障的 是不是相偉呢 这是不相偉的 我们佛教当中 虽然有这些意识 但是这种意识 并不是光水做一个母语 就马上清净来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通过仪轨 通过咒语 瑜伽式的兽因 等词等等 各种各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才能清净我们的有些罪障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水只不过是中间有一种因缘 聚合因缘的一个部分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没有起主要的作用 而外道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口里面也没有什么念的 其他的兽因 禅足什么都没有 这是在恒河里面 开始进行母语 遣除自相续当中的 坦诚等一切障碍 但这种说法 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你们这样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诗量论》当中也是有所谓的 慈悲等对我 不相偉的 因此无法遣除我执 等等有这方面的教言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自己佛教的圣教真正是圣教 而其他世间当中的 各种教派即使已经相违 我们就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的意思 那讲到这里嘛 因此也认识时 一点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